画面中,这是一句被冰封了五百多年的少女古诗 她来自于神秘莫测的印加帝国 只见她面部安详,坐姿诡异,双腿蜷缩,头发乌黑且茂密 身上也没有任何一丝腐烂的痕迹 连皮肤看起来也充满了弹性 就连肌肤的纹路都清晰可见 仿佛就像刚睡着一样 在她被发现之前,她被独自葬在了一座 海拔六千七百米高的高原雪山上 这里地处群山环抱,属于高原大漠深处 这里的先民一直对山神充满了崇敬 每年都会挑选出一个15岁左右的少女 放在雪山之上,用于祭祀来祈求明年的丰收和人民的安康 当地人把祭品称为胡安妮塔 意思就是神恩赐的礼物 而这次被用来祭祀的却是印加帝国的公主 这就让人感到疑惑了 为什么堂堂一个国家公主会被当成祭品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专家们立即对少女进行了X光扫描 却在少女的肺部和口腔内发现了一些硬疙瘩 经过专家们的化验得出,少女生前感染了肺结核 而这种疾病在当时那个年代是不治之症 在她的父王和母后得知女儿得了不治之症后 万分悲痛 而此时的少女却做出了一个勇敢的选择 那就是把自己贡献给山神 也算是为自己的国家做出最后一点贡献 为了能让女儿顺利地抵达祭祀终点 国王还特地为女儿派遣了一支军队护送 沿途还向女儿提供了骆驼肉、玉米汁等进行冲击 出发时,少女身穿华丽的衣服 头上带着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羽毛皇冠 在族人的帮助下,少女拖着病痒痒的身体 用尽了自己毕生所有的力气 终于爬上了六千七百多米的雪山顶上 此时女孩安静地趴在地上 保持着祈祷的姿势 作为祭品,她承受了国人的期待 但身为公主,她又为父王的江山奉献了所有 此时祭祀正式开始 祭师把提前准备好的玉米酒递给了女孩 在喝下玉米酒后 再加上长期咀嚼骨科业的作用下 少女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不清 晕乎乎地她呈现半睡半醒状态 此时族人把她双腿蜷缩好 慢慢地把她放进提前布置好的木坑中 此时族人也为她戴上了象征王权的树腰 然后把少女的衣物从后面打了个结 最终,少女在山顶因窒息而死 而她的父亲则悲痛地在一旁目睹了女儿的整个死亡过程 并且还将身上的衣物盖在了女儿的身上 在完成祭祀后 部落也为少女盖上了冰盖 就结束返程了 因此也就造成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具罕见的高原木乃伊 但庆幸的是 少女在死前并没有经历痛苦 现在少女的死因也已经全部被揭开 虽然五百年过去了 但这具被冰封的公主尸体 现在依然保存完好 也成为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